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 隐藏负类别的成员变数 刚刚是方法 现在是里面的成员变数 里面的成员变数里面 比如说包含 比如说像我们有在负类别里面 有宣告像ID 有Name 有Hite 这几个里面的变数 那我要怎么去复写 就是在负类别除了可以复写 负类别的成员方法之外 就刚刚我们有复写成员方法之外 就是在负类别里面 就是在增加一个一样的名称的一个 这个类别 这个方法 那就可以执行的话 会执行负类别 而不是执行负类别 那同样的方式的话 这个和隐藏之外 负类别也可以隐藏负类别的成员变数 也就是说在负类别里面有ID 负类别有ID 那最后应该输出的话 是以哪一个ID的资料为主 所以这边的话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用的是 负类别的成员方法的话 那我要该怎么做 特别只需要变数名称相同 特别只需要变数名称一样 对不对 就算变数的资料形态不同的话 就是资料形态不同 也一样可以隐藏负类别的成员变数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把那个成员变数名称设为一样 在我们的负类别里面一样 在负类别有个ID 那负类别里面也要有个ID 另外呢也可以怎么样呢 资料形态设为不同 比如说在负类别里面是int 是一个整数 那在负类别里面可以把它改为什么 改为string 把它改为字串 那这样的话呢 一样可以隐藏负类别的成员变数 也就是说还是会以负类别的这个变数为优先 那这个地方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sample 就是在person的这个地方 这个class里面会有一个intID的这个变数 那如果说呢 我继承来继承负类别的话 那我就会继承到什么呢 这个ID嘛 这个成员变数会继承过来 可是我今天我不要用它 我不要 资料不要存取的到是负类别的ID 而要存取的是什么 存取纸类别的这个ID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这边我们可以做动一点手脚 哪一些手脚 第一个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边前面加一个修纸 是private的 然后呢 重点应该在这里 资料形态 我可以怎么样呢 在负类别 一样的名称 但是我不一样的什么 资料的形别 比如说在负类别是用那个int 那我负类别的话 我用street 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隐藏 这个负类别的 这成员变数ID 这个名称 实际上ROM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想跟前面的范例类似 所以你们也可以用我刚刚讲那个版本管理的方式 就是把那个专案入键复制一下再贴回去 然后呢 改为5-1-4 然后呢 里面呢 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名称ID的部分 那在负类别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这个名称不用更改 那其他我想这个地方都一样 顶多是一个什么 GET GET NAME GET NAME SET NAME SET NAME SET NAME 刚刚有同学来问 这地方 因为一般 如果我们要存取 那个成员的变数的话 通常 通常 如果上方的成员变数设为 PRIVATE的话 这个地方PRIVATE 那我要存取到它的话 存取 因为它这边已经设为 什么 私有的 就是我没有办法 直接去存取里面的值 那我要怎么去取得的话 那我可以在底下 增加什么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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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因为上面是PRIVATE 所以我要取得它的话 我用什么 GET NAME 那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方选 所以会Return回来 什么 NAME 也就是这个NAME 本来是 我没有办法 直接存取这个成员变数 但是我可以透过什么 GET NAME 然后Return回来之后呢 就可以丢给这个GET NAME 我可以取得 那GET NAME 一样 可以透过GET NAME 比如说你将来在 这个宣告一个变数的时候 点 有个GET NAME 那你可以用GET NAME 去取得 这一个类别里面的 上面的成员变数 NAME跟NAME 那另外你要修改的话 会有SET NAME 跟SET NAME 这个我想 这个在 类别上面 其实你在 你在设计一个 新类别上面的话 这个是用的 还非常不便 尤其在使用 这个实体化的时候 通常一定都会有一个 GET NAME 跟SET NAME 所以我想 都蛮普遍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是ID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隐藏 怎么要隐藏 特别重要 就是在我们 类别 就是我在建立一个 STUDENT 然后 Essence Person 那因为呢 我在Person里面 有一个ID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不要用他的ID 我要用我自己 的一个ID的话 那你这边可以用 Five的STUDENT SET NAME SET NAME SET NAME的这个ID 就可以把 你原来的 Full Level的ID 给隐藏掉 所以 会以哪个为主呢 会以此类别 这个为主 其他的话 再来这边 有参照到自己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 同学 比较容易有问题 是这个List 因为List的话 指的是什么 List指的是参照到自己 所以List的话 是List Class 指的就是STUDENT 那STUDENT 里面会有个什么 点下去就是ID 那点的话 参照的是哪一个呢 就是参照到上面这一个 然后这个 后面的ID是指的什么 指的是外部传来的 什么的 参数 传过来之后 然后呢 再怎么样 存到ID里面去 因为变数就是 存放资料的地方 然后把它存在里面去 OK 那最后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主要是 如何隐藏 这个ID 当然各位可以改变一下 不见得只有ID部分 你也可以把 除了那个NAT ID之外 你也可以 NAT跟Hive 看看能不能把它变更 也把它隐藏 将来存取的话 也都是存取 这个类类别的 这个成员变数 而不会存取 负类别的成员变数 这个部分我想要 这个部分可以 各位可以多去改变一下 因为负类别 纸类别 其实真的 如果说你对这观念 不清楚的话 你再转眼 Java程式 真的会 很容易 就会卡住了 因为这个部分 是Java一个 很大的一个特色 平常实作的时候 都会用到 OK 那这边的话 诊识部分的话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这地方的话 我们建立一个Mary 那Mary里面传的 也是一样 透过建构纸 把这四个资料 传递过去 那传递过去的话 再把Student info 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如果这个地方 传送过去的话 那各位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地方 传送ID 会先存在ID里面去 那最后print出去的话 特别是这个ID 指的是哪一个呢 这个ID是指的是 上面这个ID 这是这个ID 然后呢 底下姓名 身高 体重的话 姓名身高体重 因为呢 我底下 姓名的部分 透过Set 那Set之后的话呢 我就可以去改变什么 附类别里面的姓名 所以 这个Name的部分 就被改变了 Hite也被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 资料是存在哪里呢 存在附类别嘛 对不对 那将来要 Set之后呢 要把它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把资料 存在附类别 那将来我要取得的话 怎么取得呢 当然底下我们用什么 用Gate嘛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是用Gate Name Gate High 然后Grate的话 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资料有两个是在 值类别 有两个是在 附类别 应该了解 那个 资料流的 概念吧 所以这个地方 同学比较搞不清楚 什么Gate 为什么要Gate Name Gate High Set Name Set Hite 主要是 Set之后 就会去把资料 存在里面 因为变数本来就是 记忆体的某一个空间 暂时存放某一个资料类型的 资料类型的资料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存在上面 那这样要取得的话 用什么 用Gate 所以会有Gate Name Gate High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题也顺便了解一下 如何去 Set 如何去 Get 这个部分 因为用的非常多 像有一些 因为一般 实际上开发 都会去 买外部的 Framework 就是所谓外部的 Library 那实际上外部 Library 你要做 存取 也都一定是 Get Set 这个是一个 标准的 一个 形式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去了解一下 如果隐藏成员变数 隐藏成员变数 OK 这里的话 试试看 隐藏成员变数